《科學回憶錄》又跟大家見面 第一件事是我們今天的慶祝這麼高 在說食物 說了很多食物 我們可否安排跟觀眾一起吃一次 大家有興趣嗎 我也有興趣 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2022年快結束 我們這麼多年都很少跟觀眾有直接交流 我很想知道聽這個節目的觀眾 有多少是臥虎藏龍 有多少對這個物理學 因為我看到有些人加了做朋友 我相信他們是因為看了《科學生》 他們說的東西都很深刻 有時有些人在大學學界 大學本身在專業知識上是有一定程度 我這麼說 他們肯來聽 我當然是覺得受寵若驚 另外也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當然有很多的表達資訊 尤其是很多軟件的視覺效果 是很不完美的 但是大家都會認定 我們算是在這個社會 這個語言裏面 都能夠做到最貼 也能夠努力地達到比較深的科學節目 所以我們繼續有大家的清零 實際上我看著每個星期的statistics 其實是挺穩定的 挺穩定的 但是我們有時擔心是曲故禍掛 例如普通人來說 這些東西我都不適合聽 但是我們都盡量做到 跟社會的脈搏比較接近 還有最好有時選擇的東西 都盡量跟大家的生活有關 覺得自己跟這件事 原來跟我有關 會影響到我 吃了一定有關 其中一個你可能要聽的原因 如果是這些惡夫藏恐 聽我們說錯了些甚麼 有時有些大家會給面子 在網上拿出來耍我們 我們有些聚會就可以在私底下 在私底下 在私底下 你聽到說話很不對 或是表達的方式不准 其實這是很難的 為甚麼呢 New Ball說句話 他說你說得很準確的東西 就一定是說得很難明白 是不好聽的 你說得很容易明白 多數是不準確的 是 這是他的甚麼 non-complementary 他一個例子 你世界杯解月位給別人聽 是 科學家解不了 這是一個初步構思 但我們希望在12月初 或12月中去做 還有兩三個星期左右 這個地方我們希望能夠吃東西 吃一頓不太差的食物 但我們要考慮人數 是 要符合規定 其實現在也沒有規定 不過大家要知道 我們有辦法守規矩 一定是合法和守規矩 你也不要打算不打針 但我們想做這件事 大家給點意見 給意見在哪裏呢 就沒有給我 給在科學新知的頻道 集中在那裏 你給我 我就給你 譬如我們科學新知的YouTube影片 下面可以留言 大家可以 好像有群組 群組 我要先看看 我又沒有開出來的 應該留意一下 我可以再檢查一下 沒有就馬上開 對 馬上開 主要是放在科學新知的YouTube頻道上 我們會收到資料 盡快就公佈具體的地點和時間 既然我們今天談及那麼多食物 我們科學扶憶錄 我上次說的禮物我還未派 總之是 先搞定 好了 今天談及這個題目 亦是很有前瞻性 第一件事要問你 現在有哪一種 將會做食物上市 其實是多的 我們首先聽到很震撼 就是李嘉誠先生 他投資人造肉 那些實驗室做出來的肉 其實意思是 他不是說用蛋白質來製製一些齋肉 而是用動物細胞培養 來製製一塊動物蛋白的肉 那個動物的細胞真的由動物拿出來 那些細胞生出來就是一大塊的肉 基本上就是那種動物的肉 但當然你怎樣去砌它出來呢 他亦沒有經歷過 由細長大的階段出來的肉 裡面的組織連結 可能跟真的肉不同 但生物上的成分是一樣的 我們吃東西的原因 最重要是攝取裡面的養分 如果有足夠養分 好不好吃這個其次 總你餵飽一些人 基本上有雞肉的細胞培養出來的 就是有雞肉營養的一塊東西 是一模一樣的 但你說究竟做出來是雞腿肉的口感 雞翼尖的口感 還是脈絡的口感 那麼大可能就是脈絡雞的口感 其實就是磨爛的東西 但這亦回應第三節 你的美國是可以被欺騙的 他到將來可能有想到另一方法 最實際就是如果他真的能夠做到很便宜的 大量生產的時候 你有理沒理就先救到人 或者有些純粹是用來做添加劑 令營養價值更高的時候 用添加劑的角色出現 不一定是用一個很漂亮的 fine dining形式出現 最近我吃過一個全素的焗豬扒飯 我吃過漢堡 那些impossible burger 但那些是用植物的成份 植物的成份 plant-based protein 但我吃的口感是相當接近 越來越像 相當接近焗豬扒 是可以騙得到我的 廣告是不應該的 例如吃素其實是很主動的 想減少吃肉 但因為煞生的問題 煞生的問題 另外就是減碳的問題 減少用能源 減少碳排放 減少乾淨水的消耗 我覺得這件事也是善哉善哉的 其實這個這麼大的問題 即是我們解決人類饑荒的問題 現在有兩個途徑 其一就是我們後面看到 From one chicken to enough chicken for everyone 那是怎樣 有一隻雞 我拿出細胞出來 將它再 nourish 搞出很多雞出來 但那隻不是雞 而是雞的肉 就是很多細胞去繁殖 很多雞肉細胞在 總之是一塊肉 將它再拿一塊雞 就是一塊肉 那隻不是雞 但有雞的肉 另一個是GM food 即是基因的改造 令營養價值提高 我們先介紹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上市了嗎 它有間公司在 亦容許投資者去含資 但未在紐約IPO 但為何特意說它 就是我找這宗新聞時 我是在Bloomberg找到的 它評估人造肉的未來市場 就是這間公司已經獲得許可 我忘了許可是來自FDA 就是認為這種技術 做出來的食品是安全的 即是說它有了這一步批准的時候 當然它一定要想到成本效益的問題 我給了這麼多能量 是否真的省得能量 做到真的足夠的肉 我們聲稱認為 如果你做這種人造肉 即將雞肉牛肉的細胞這樣種出來 就比你真的養一隻牛 那隻牛放屁嗎 他就說養一隻牛 那隻牛又要吃草 又要給你很大的input 它的能量不一定是去掉肉 不用去掉來長肉 可能去活動或其他新陳代謝活動 浪費了很多東西 內臟活動等等浪費了很多東西 如果我們給了它的能量 徹底只是用來細胞繁殖 生肌肉細胞的時候 就更大 能量轉換效能更高 就有理由相信 可以做得更加便宜 成本更低 對地球損害更加小 再加上如果我們有FDA去批准 就是它這套技術 這種方法照計 就可以出來的東西 是吃得人不會吃死人的話 可以似乎更加靠近商業生產的階段 這間公司叫Upside Food 在Bloomberg特意有提 但我去找這間公司的資料 其實去到他們的網站的資料 不算太多 它有甚麼技術在背後 也沒有怎樣提到 有公司網站 有甚麼合夥人在 但他們最近很熱 就是它還未上市 但似乎這間公司已經被華爾街的人 春光水暖鴨才知道 就不能開定名 我想如果說這間公司突然一天去IPO 也不奇怪 不奇怪 就是一間這樣 但你說這類公司 我自己就不熟悉那麼多行 但只不過是因為 在Bloomberg的新聞上找到 就是它是首批 拿到FDA的批准公司 所以就有潛力在 但現在是否做人造食物 公司有很多 我們找不到在… 我要問回熟行的人 首先我沒有專心找過 例如你問我就算李先生 他投資的那間公司 他人造彈 你真的要慢慢找到公司 以及現在已經做到甚麼 以及最近發展的 而且他們未必上市 未必上市 有時可能他們自己不上市 他覺得更值得 因為很多所謂的Venture Capital 他們背後這些 可能他們上市時 水位都沒有怎樣賺 那個不要緊 聽清楚 我們沒有叫你買 我們沒有叫你買 現在你想找你買 完全沒有叫你買 除此之外 當然是GM Food 我先說一句 你會看到美國這個環境 如何能夠這麼有效地 將最先的科技搶到市場 是不用你那班科學家 自己做銷售市去銷售的 他那班人已經在Bloomberg 播出資料 你那班科學家當然要專心做研究 別人的生態是這樣 出到Bloomberg 其實已經是第二水 有很多Insider 其實在做甚麼傳媒 很早就已經有 亦有一些Hedge Fund 是專門運用他聘請的那班人 主動去找這些公司 譬如有幾個大老闆 比如Bill Gates Jeff Bezos 或者Google那班 你以為他們只是做廣告生意嗎 你以為Bill Gates是做電腦的嗎 他現在不是做電腦的 你知道他做幾樣東西嗎 疫苗認證 其實他搞過ISO 即是國際疫苗認證 另一件事 水源 第三 糧食 他買了很多地 大家不要忘記 就算Google這些糧子運算 他有做過的 他變成有錢賓 他已經預見到 這就是那種前瞻性 人家的市場生態真的很不同 回到這裏才有 後面那塊是甚麼 後面那塊大家猜猜一下 洋蔥還是藍莓 不是 我猜是茄子 茄子 我覺得也是 而且大家會覺得 通常這些紫色的蔬菜 是有益的 你吃包心菜 如果是紫色的 大家會覺得是正的 有營養 另外是紫芯番薯 紫薯 是的 另外如果是蛋糕 那層皮是這些 通常這一種 我都要找回 那種甚麼anthroscience 我多數連字都說錯了 那種成分就是 這些植物裏面 有這種帶紫色的成分 是一個有益的東西 抗氧化 抗癌 還有抗蜜 不知道 總之是好東西 所以大家會想到 如果我們能夠令到 一些更多的植物 能夠帶有這種營養的能力 我們有沒有辦法做出來呢 原來其中一個方法 現在是說基因改造 是在玩這些東西 我們經常想到 基因改造食物就是 令到它們抵抗寄生蟲的能力 提高 譬如粟米 香蕉 能否有基因改造 令到它們更加不容易發污 更加不容易被蟲吃了 或者一年多幾做 是的 我們通常在想到 它的生長速度和抵抗力 但其實另外一個 代表就是 它的內部營養價值 可否提高呢 原來又有得想的 原來現在看到這種東西 我們開估了 是番茄 你看過沒有 紫色番茄 即是番茄紅色 或者買到青色黃色的 你也見過 但是這個紫色番茄 它似乎是說 我們在其他植物上 一些能夠帶有 這種營養成份的植物上 抽取它的基因 然後能夠將基因 放到番茄 從而令到番茄種出來 能夠帶有這種紫色顏色的 營養成份的能力 剛才你提到的 原來是番茄 是的 它說藍莓很多 藍莓是名目的 你發覺原來 現在在說 玩到番茄都是這樣 而且還要在這個報道說明 我們不只是回憶 這個基因改造 科學介入食物的歷史 我們在說的 有前瞻性 它說明明年 2023年 明年美國的Grossery 那些超級市場會入場 我就很期待去看看 明年大家一起見證 這個紫色番茄的誕生 以我所見 香港進入這些東西 都很捨得去組入 叫做花青素 原來是花色素金 是 花青素 一種水溶性的植物色素 但其實你不要說 我來同台長做節目之前 我今天才在街市買了一棵 有紫色的菜心 我想大家有朋友會吃過 紫色的菜心很有趣 我將它這樣燒 煮 煮完之後 那條菜心是 你夾出來都是綠色的 但那種菠蘿就變成藍藥水 你看起來好像很恐怖 但其實都是這些營養成分 都是這些好東西 原來我們吃的菜 但是它的菜本身是純粹透過配種 找到這樣的效果 應該不是基因改造的層面 但如果你說改番茄 我們不是第一次的 其實改這些是 番茄最初是不能吃的 最原始的番茄是不能吃的 90年代已經有第一代的基因改造番茄 是說有蠍子基因 它有蠍子基因的好處是甚麼呢 令到它的抗菌的抵抗力高一點 現在你問我 我有沒有特意在職級市場 找到這種類型的基因改造食物 我又沒有特意去留意 但你說如果基因改造過的 番茄流入市場已經流入了 不過現在的情況我發覺是挺極端的 走兩邊 例如一般來說 在北美的基因改造食物是很多的 但去到這些自然的 它們自己搬開另外一些貨品去買 據說是自然的 甚至去到沒有農藥 我上星期吃了一個沒有農藥的蘋果 但問題是你解決現在最新人口的數字 是過了80億 過了80億 地球人口 地球可否有甚麼資源 可以養那麼多人 純粹耕地 似乎是越來越難 所以我剛才所說的那種 一路發展了幾十年 一種新式農業 新式農業不是純粹是種植物 你聽到甚麼水耕法 可以在工廠打動種植物 這些已經在出現 而且是自然的 超過市場都買得到 但現在是在工廠裏面 不是一個牧場裏面生產肉類 已經在說一件這樣的事 如果說基因改造蕃茄 1994年到現在 已經說了30年歷史的事情 所以你說這件事 回憶原來已經是這麼久的時間 大家當初擔心的問題 中間是有嚴政的 一件事你做得二、三十年的追蹤 有甚麼對人體長遠的害處 其實應該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開始 等了這麼多年 儲了這麼多年 我們現在要面對一個 基因改造食物的世代 進入了我們日常飲食 已經正在發生 這跟美國的國力是掛鉤的 很多年的底子 因為美國做這件事是最積極的 對 都可以的 譬如說我們去意大利 我們也看到一件事 就是他們抗拒這件事的動力很強 即是我們不進入美國的入口的漢堡包 甚至美國這三個都不進入 他們一定要維持他們的監督法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全球性的趨勢 原因很簡單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自然的 即是減少用農藥 或盡可能用農藥 你佔的地方太大 用的乾淨水可能會用很多 然後就是最後的碳排放也高 其實只要去到一個位置 就是這些食物和交種方法 在市場上便宜的話 就整個市場扭轉了 最後你可能真的在農夫買的 反而又特別貴 很貴 所以剛才我們說的是兩個Tier 一個是很便宜的 便宜到你不相信 而且你發覺現在食物是越來越便宜的 起碼你發覺等了很久的食物 沒有怎樣貴到 有些食物是很便宜的 還有一樣 以前我們吃水果是根時令的 現在少了很多 現在一年四季都有食物 譬如小時候要等西瓜吃 夏天一定有 夏天一定有 現在不是的 現在是全天候的 可能現在雪地都可以吃水果 但這件事好還是不好 我們就交給觀眾自己的評價 但這是一個所謂Tidal Waver 一個巨浪 即是說我們遲些食物 其實都跟我們習慣那種 你真是找個農夫 回想一下這個清末時代的中國 還有一些手工業 還在用手工生產成衣材料 但人家的工業革命已經將這些東西大量量產 最後人家做得更便宜 整個我們現在穿的東西 你有多可能可以穿到一些用手織的東西 用手織的比較少 除非你給了很多錢 食物的工業革命 我覺得已經發生了 好 我們今天差不多了 大家再記住 我們現在在籌備一個網載 大家有甚麼意見 就盡快給陳正雲博士 是的 順便 多謝大家一直支持 其實我們的訂閱一直都穩健地上 看的率也很穩健地 起碼不是先下跌 起碼不是越差 如果我覺得下跌 就是這個社會的錯 不是說我們做了節目很好 而是說大家對科學沒有興趣 社會是沒有錢 是的 原來我們是這樣的 我們是有6% 應該這麼說 加上香港以外海外聽眾 是7-8% 7-8%是海外聽眾 以一邊一邊 小部分2%加拿大 剩下很多是英國 這證明了一件事 90多%是香港 很多人移民到英國 不簡單 繼續聽廣東話 是的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 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